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千花 谢谢 刚刚那首处处很好听吗 好听 谢谢 你当邀请我来参加他的节目 我其实很开心的 然后我在心里面想 好简单啊 只是可能唱一首歌 爱情 关于爱情就可以 但是他跟我说 他非有我讲脱口秀 我说大哥 我这样子的普通话情度 肯定会死的 没有啊 这个最好笑的点 好 你当你马上给我猜一首 阅语歌 你看看谁好笑 初初晚你现在来一个吧 美食商 鸭门丁丁都总生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今天就是让我来聊爱情 大家应该就想提一下 我的另外一半 张志明 对吧 当年的《志明与春娇》是一个很火的CP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 这部电影呢 我其实是用一部恐怖片的信他去看 很明显他七处了 然后他就问我 哎 你还会拍《志明与春娇》吗 我说不会呢 你不要七处我不会拍了 但是我会拍《春娇与志明》 如果有看过做教务的男人 应该都认识我老公丁先生 虽然我们在节目里面 每天都是骂男骂去的 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是夫妻相处最完美的状态 哇 也没有那么完美啦 我们只不过是找到了 怼的人 不是我普通话不好 我们是真的互怼的那个怼 我们都是一直这样子相处的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他说话很直 他说 你要换一个造成师 你要调理身体 你看你的脸肿都不行啦 他当面批评了我三个小时 你记得是第一天的约会哦 哇 我从来没有遇过 那么特别特别的一个人 当时我就想 我很想去亲他 因为我一吻 变杀一个人 还有一次 他跟我说 哎 千话你现在唱歌 你的Key太高了 我们现在去KTV 都唱不到你们的歌 我跟不上了 你远离观众了 哇 大哥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神奇耶 这代表我有进步啊 对不对 神经病啊你 不是 你的中低音比较好听 神经病 哎呀 这是这个 这个是最好听的 你们觉得是真的好听吗 中低音好听吗 我的中低音 真的好吗 我先尝试一遍好不好 有机生活有经典 生活就有多少点 虽然我的声音低 但是经典有机奶 营养高哦 好可爱哦 巧妙 他神经的地方还有很多 有时候跟我说话 只说几个字 比如说 今晚吃饭 七点半铜锣湾 哇 大哥 铜锣湾那么大 怎么找啊 其实我昨晚 有叫他一起过来 录这个节目 然后他说好啊 没关系啊 我过来啊 在哪里了 七点半上海 他现在都不知道 在哪里了 我们就是这样子 吵吵闹闹地 走过了十几年的婚姻 婚姻真的是一条 很长的路 找到对的人是很关键 那什么是对的人呢 其实是 可以跟你说真话 会吃醋 包容你的缺点 让你做更好的自己 有的人失恋 几次就怕了 不想再结婚了 其实我曾经都是这样子想的 但后来还是让我遇到丁生生 我就明白了 所以还是要给自己多一点机会 多多谈恋爱 不一定要处处稳 但是可以处处看 我孩子今年九岁了 我希望他长大以后呢 就可以快点谈恋爱 然后就希望他尽快 经历了一个失恋 为什么呢 我希望他在他的 经历成长当中 可以更加了解自己 真的会找到一个 对的人 幸福生活 这就是我 一个中年 校女的祈祷 谢谢你们 我是杨千华